近年来国内足球发展日渐兴盛 借由小小世界杯淡水杯足球赛等基层赛事 让足球运动人口和球队数量也跟着水涨船高 然而这种好现象却也同时让足球场地不足 以及足界不易的问题足上台面 有鉴于此体育署近期委托专业团队 借进国外成功案例 编制五人制八人制以及多元球场新建参考手册 让未来有计划新建足球场的教育单位 或是地方政府都有一个参考的依据 那国内这几年的推展上也都非常的活络 那媒体也多一些报道 所以参与人越来越多 尤其在幼儿足球等等这些都相当的多 所以我想这些民众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提出来了 那我们就尽量做这样的规范 让各县市政府甚至学校都有一些参考的依据 在新建上就会比较好一点 而说到运动场地 民众最关注的不外乎就是安全上的把关 对此体育署长胡志昌以及负责这项计划的建筑师 庄英南都表示安全绝对是首要条件 所以未来在规划设计跟施作上都要再跟这些专业的人员来做一个结合 让他做出来的这样的场地会比较安全的适合大家来使用 那我想所有的共用型的我们都必须要有这个概念 在安全的考量下去把它的设备来做到完整 如何在有限空间下发挥最大效益 无疑就是这次体育署委外编制场地 新建方针的目的之一 也期待透过各界的努力 在未来成功推动多元球场 造福所有喜爱运动的民众 采访报道